欢迎收看最久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明依要提醒 糖尿病患者非常容易转为中重症 这个个案是今天发病隔天过世 所以像是罗亦军他自己也是糖尿病患 他提醒说糖尿病患者有中重症的风险 即使你打过疫苗可以降低风险 可是不适合故意染疫的 今天我们会讲染疫可以拿无敌的星星吗 越来越多人有长心罐的症候群 有药可医吗 这个是中医师的成功个案 他们在康复之后一个月症状是什么 会喘胸闷干咳无痰 而且走路10分钟就头晕了 香沙六菌子汤跟清造旧肺汤对症下药 我们知道知名的美食节目主持人 焦志芳确诊 他自己是食神 所以他在居隔期间怎么吃呢 他走的这一系列全部都是蛋白质系列 中医师说可以 而且他还吃粥疗 如果说你要好上加好的话 在白粥里面可以添加葱白 萝卜百合跟杏仁 好上加好 来介绍今天的敏医群 首先欢迎敏胜微创手术中心指引长 陈中坚 陈医师好 文英好 大家好 台医院心脏内科主任林卫文主任好 文英好 大家好 中医区险瑞兵院长好 文英好 大家好 焦志芳焦哥 学姐好 大家好 黄正明老师 老师好 文英好 大家好 已经康复的确诊者焦哥 来我们说一下当时 4月29号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喉咙有点点卡卡的 好像我们平常录影或者做晚会 吼了一整天 吼了连续好几天 有点点卡卡 当时我就觉得不以为意 因为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就隔了一个晚上 没想到隔了一个晚上 睡了觉之后 发现第二天症状并没有缓解 如果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可能我就不以为意 但是因为我隔壁还住的父母 又是高龄 我就很怕我自己有时候的症状 会带了其他人 所以我自己就筛一下 筛完了之后两条线 后续就开始去做PCR 然后就做自我隔离 大概掉了一个状况 而且你速度很快 你5月2号体温36度 早中晚 清冠1号就马上不用了 我觉得清冠1号这个东西 好像它对于初期 有任何一点点的症状 它是可以稍微压得下来的 在我自己确诊之后 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里面 我认为如果你是属于中重症 你可能要救急 要去找西医 拿一些特效药 但是如果你是中轻症以下的这些人 可能你是要治根 可能中药相对来讲 它缓解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你手上这张手版是当时您服用的 这个是一个朋友之前就帮我凑到了 类清冠 因为清冠真的已经买不到了 已经买不到到现在为止 所以我刚开始染的时候 我就开始先吃它 我就用粉末的吃 后来因为在脸书上头公布了我自己的确诊 然后就有好心的朋友说 没问题我马上送水药来 我认为水药会比粉末的药稍微来的好一点 那它这个酵呢又稍微比较浓一点 所以它说如果你症状觉得有点不舒服 早一包晚一包 如果你觉得清了晚一包 或者是不吃也就可以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早中晚清冠一号 而且吃了鲑鱼鸡蛋苹果西饭跟柠檬水 对 因为我是突然之间染疫了 我就不能够出去了 然后我太太刚好在我不舒服前一天 她就已经回娘家 刚好也就是没有关在一起 那她也来不及补给我 所以我就家里有什么先吃什么 我就认为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可能蛋白质或者是补充一些基础体力的 相对来讲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现在没有长新冠后遗症 会不会喘 会不会磕 会不会头晕 我没有 再加上我之前一直保持运动 然后我11号晚上12点钟解封 我11点半我就穿好了运动服 坐在家里面等 连球鞋都穿好了 12点钟一解封 我马上出去外面 在正大后山我就直接跑了两圈 我以为你去倒垃圾 因为我看你脸书上面写说 一直在想着倒垃圾 不能够倒垃圾 打电话请人家来 对 你一定要先把垃圾稍微绑在一起 如果是受压袋你要用两层绑好 或者是有个盖子的箱子 或者是桶子把它弄好 完了以后呢 因为我11号解除嘛 所以我9号就打电话到文山关华中心 跟他去预约 我说我要倒垃圾 刚好他是10号的晚上 他说我们可以来收 所以我就把收的东西放在门口 然后呢远远的隔着窗户的玻璃 就看着那个工作人员哦 他就穿着隔离衣哦 然后呢戴着口罩拿着酒精 上来了以后呢拿个大袋子 每拿一件垃圾 喷一遍拿进去 喷一遍拿进去 最后全部收完了以后呢 他拼命退的走回电梯 边走边清销他的足跡 这样的收走 特别介绍陈永坚 医师是微创手术中心的执行长 团队在糖尿病外科治疗领域是权威 今天要提醒也就是说 糖尿病患者 他非常容易转为中重症 像这个个案是 今天发病隔天就死亡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真的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糖尿病患 他那么容易会转到重症呢 OK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在讲 糖尿病为什么要去治疗他 其实他没症状的时候 你觉得没症状 可是你得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糖尿病的病患的病人 他其实身体曾经有很多文献显示 他不时处在一个轻微的发炎反应 我们遇到很多病原体的时候 包括你细菌病毒 侵入我们体内的时候 我们人体不是要做一个 免疫反应去防御他吗 问题就是说糖尿病 他除了血管跟神经的问题外 他对于免疫调节这一块 他会相对缓慢 或者是说 他甚至会做出不正确的对应 不管免疫过高或过低 他都会造成 你过低你就没办法抵御外面的侵袭 过高你就会造成你内脏 生理机能 变成是一个机制受到损害的一个状况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说你的血糖没有控制 很好的时候 你就非常容易外界的波动 包括这种病毒的感染 你就非常容易转换了一个中中症 尤其越控制不好 就越容易有这个状况 罗易军他也是糖尿病患 他就提醒说糖尿病患者有中重症的风险 即使你打过疫苗可以降低风险 你不要故意染疫 再来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女性 糖尿病五年的病史 他悟性吃素可以治疗控制糖尿病 所以他拒绝去医师开立的血糖药物 他就开始多吃糙米饭跟水果 结果在家里面昏倒送医之后 发现他的血液报告已经飙高 差一点药命 对 像这类型的病患 其实在最近的疫情也发现到非常非常多 就是说有的像这位女性 其实她之前有糖尿病五年病死 她也不是说全部都不吃药 她可能前一段时间她乖乖吃药 觉得反正有吃没吃好像还好 那现在疫情的期间 大家都会变成说 我能够离医生越远就越好 甚至有时候视讯看诊 也很难挂很难连 所以我就来听一些民间的一些说法 来调整我自己 所以她变成说她自己听人家讲说 糖尿病高 那应该就是我的饮食不正常 饮食不正常 我就来多吃水果 来多吃素 很多这种概念都是好的 素不知现在素有很多淀粉 包括饭 面 然后水果的部分 现在又做得又大又甜 所以你进食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血糖就容易飙高 所以血糖失控是会要人命的 但这个个案是她趴上医院 结果她的大肠癌长到15公分 她就在疫情开始不久 就开始有一些消化不好的一些症状 但是越来越严重 可是她就一直觉得是肠胃不舒服而已 就进药房买西药就好 因为上医院也麻烦 她也怕说像最近你到医院 每个人都怕确诊一堆 我去了就确诊 所以就变成一直忍 一直忍 忍到后来的时候 是已经完全解不出大便 送急诊了 然后才诊断出 其实她右边的大肠 有一个15公分的瘤完全都塞住 塞不通 然后变成得紧急去做一个手术 去做出力 我们可以看照片 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影像 所以会变成说 像我们团队是可以用非常小的伤口 去完成一些手术 而且恢复也很快 一般大肠癌我们开三天 大概可以出院 可是这个病人就足足住了两个礼拜 好 为什么会说疫情 躲疫情少动多吃 脖子变紧是一个警讯 一脖子变紧之后 变成糖尿病的跳级声 中度糖尿病 这个脖子临时变紧 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警讯 因为在疫情的状况 大家也尽量都不要出门 所以这位30岁的一个男性 他原本是一个属于糖尿病前级 糖尿病前级就是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6.5以下 暂时是不用用药 你只要靠运动饮食 大部分可以维持在一定的程度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就减少外出 然后一直叫外食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可能这种疫情会给大家 不管是工作收入 或者是一天到晚 爆章杂志的压力 你就有时候就用吃来做补偿 所以他就觉得他 奇怪这一段期间突然间 半年内体重暴增 大概8到10公斤左右 然后脖子又变紧 后来觉得真的不对 视讯看诊 也叫他来抽血不抽血 后来已经觉得头昏脑胀不舒服 我说你再不来 你搞不好会中风 他才愿意来一门诊 结果一验糖化血色素 已经飙到8天了 变成中度糖尿病了 这个是微创手术 来治疗糖尿病 微创手术 当然它可以用在癌症 它也可以用在 所谓的减重 跟所谓的代谢性疾病 有的人有非常厉害的 高血脂或糖尿病 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做处理 手术的方式就是像刚刚大家看的 其实我们讲白一点就是 一般民众听得懂 就是进去肚子里面 把你的器官当作积木 排来排去 并没有切任何东西走 而且这个手术 以这种手术方式认真讲 它是一个可逆式的 万一哪一天你病都好了 你突然觉得心理不舒坦 你还可以把它复原 手术的方式 只要你改变肠道的结构 某些结构 让肠密素不断的刺激 胰脏重整 那它就可以改善糖尿病的状况 所以它 这个图是这样 但是手术的伤口 一般就是三到四个原子笔的小洞 住院天数大概两天 我请院长来补充 一道糖尿病的方式 叫做降糖方 是 因为我们的新冠肺炎 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胰岛 胰岛β細胞 那可能会产生一些功能障碍 甚至它会有一些 随着来的一些 一些胰岛素阻抗的问题 尤其是在一些肥胖 代谢症候群的病人身上 它很容易在新冠肺炎之后 它就变发糖尿病 所以国际上有些文献 像是德国 可能作为一个文献 发现它跟对照组 伤口吸道感染 它居然增加了28% 的这个糖尿病的离病率 好 那这个方式是我们一般 在门诊很常用的一个降糖方 那这个方式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新冠肺炎的病人 他在生病完之后 你会发现疲劳 口干 这些是什么 气虚还有阴虚的问题 所以我们利用一些 补气 补阴的药 像是黄芹补气 身体补阴 然后再来是我们身体会很重 所以有一个仓足去失 再来呢 因为我们长期有糖尿病的患者 他有一个血淤的问题 所以我们用到悬生跟单身 这个就是我们很常用来治疗 这个糖尿病的一个处方 长新冠的个案越来越多了 连医师也中招 这个在康部之后有一些现象 就是倦怠走路很容易喘 主任这个40多岁的医师 他是被儿子传染的 他咳嗽 流 鼻涕 喉咙痛 发烧 5月中隔离结束 回到医院工作 可是很奇怪 那个症状还在 觉得很容易累 没有体力 走路会喘 这个就是长新冠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侧落针的研究是 女性罹患长新冠的比例 比男性高33% 最常见的就是疲乏 注意力不集中 大家讲的脑雾 肌肉疼痛 胸门 胸痛 主任 基本上我们长新冠 很多临床上的研究 也陆陆续在发表 最新的一个像是英国的 这个发表在自然科学期刊 他也发表说长新冠女生的确比较容易 有长新冠 大概1.6倍 那比男生还高 那现在这个其实众说纷纭 因为男生跟女生 本身像是荷蒙的变化 或是你升天的结构 会不会是影响到之后 他的一个康复 都会有一些影响 那其实回到这个病人 他就是我的朋友 他基本上 他是40多岁的医生 我们最近知道很多 这个医护人员染疫 那回到工作岗位之后 他就本身就是运动健将 他一发现跟我抱怨说 最近我怎么会喘 运动都会喘 连走个路我都觉得好喘 因为我在门诊也发现说 好多人他就是染疫康复之后 他就来挂门诊 他说他会喘心脏不舒服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之前的 一些国外研究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华语是不是长新冠 那长新冠就是所谓的 全身的一个慢性的发炎 因为我们在染疫的时候 我们全身是一个急性的发炎期 当你恢复了之后 有些人他的发炎反应就消失了 有些人他会持续的 再进行下去 我们说长新冠有321的特征 心脏病机率提高2到6倍 什么是321来看数字 这个3 这个2 这个1 感染之后三个月之内出现 症状持续超过两个月 症状可能长达到一年 是 之前有些研究也发现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症状 是一直困扰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那长达到一年以上 甚至最新的中国的研究 到两年都有发现 所以他们来看的话 其实这样长新冠症状并不会太少见 那其实他有可能会合并一些 像是胸闷胸痛 或是呼吸喘的症状 像呼吸道的问题 或是心脏血管疾病的问题 也陆陆续被发表 如果有染疫的话 其实他的心脏血管疾病的几率 会比没有染疫的会高2到6倍 中医治疗长新冠的成功个案 我们先讲他们的症状包含什么 最多听到的是说 喘咳凶闷 肝咳无痰 心烦口渴 走路10分钟就晕 另外这个是食欲不振 头晕目眩 而且胃痛 是 像这位30岁的女孩子 他在新冠肺炎后的一个月 都还有这些症状 有什么 有头晕 胃不舒服 食欲不振 甚至还在拉肚子 那再来就是他干扰到他的月经 他月经滴滴答答滴不停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他整个表现 就是一个气虚有痰的现象 所以我们用香沙六菌子 他帮他养胃出痰 再来就是教他按摩 按哪几个穴道呢 我们按齿折穴 齿折穴在我们的手肘 这个走横纹上 上缘 去按这个齿折 齿折穴它可以润肺 可以止穴 就居然在手上可以止穴 因为它跟大肠筋有相关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血海穴 血海穴在大腿上面 大腿的内侧 这血海穴 它可以让女孩子的月经 可以稍微收一下 再来就是我们的常青冠 偶尔还是会看到患者会有什么 会有疹子 齐疹子 对齐疹子 所以血海穴它本身是可以 针对这个疹子 它可以有些收敛的效果 再来这是35岁的男生 他就是一个新冠肺炎 已经好了 已经一个月后也都转移了 可是它还在喘 还在闷 走路上来门诊 爬个楼梯而已 就喘 就喘 才爬个楼梯就喘 对 这时候我们给它什么 比如说因为它很多的 伤务吸道的症状 这代表肺气虚 所以我们给它清朝就肺 给它养肺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有口干的问题 所以这个里面的成分 也是可以有一些 清热润造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给它按什么穴道 按天涂穴 天涂穴 它其实可以让我们有一些症壳 宽胸理气 因为它会胸闷 宽胸理气 在气海穴在我们肚脐下 然后我们在肚脐下 两指腹的地方 有一个气海穴 它可以温补五脏跟化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长心冠 因为中医在讲的就是湿气比较重 因为这个心冠 常常带给我们身体 有一些湿热的症状 当我们把发炎的反应 清掉之后 留下来的湿 我们要赶快把它化掉 好 我们看到的是香山六菌子汤 跟清造旧肺汤 看到中医师带好多的药来 所以是要一一的介绍吗 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案例 用的方式 但是不是只有这些症状 每一个患者 他的症状都不太一样 所以有一卡车的药可以用 真的 对 你为什么会带一卡车的药来 这是给民众知道说 我们今天不要就去追某一个药 不要去追某一个药 对 不要去追某一个药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处方 可以用来治疗新冠肺炎 所以相信你的中医师 我想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不要去追处方 相信医师的诊断 是 好 这一道是食疗方吗 是 很棒的食疗方 这道是我们刚才教的是主粥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粥里面放一些 我们家里常备的 譬如说我们家里有薏仁 有红枣 粉光森 放一点这个生姜 甚至我们有时候去买菜 可以买一些可以放得稍微久一点的 对 像是什么萝卜 或者是山药 我们可以切一点下去一起煮 对我们的去湿很有帮助 对 为什么湿气会让我们的症状一直黏着 因为湿性黏力 湿性重酌 所以我们身体会重重的 然后这个病一直去不掉 为什么选择鲫鱼 那鲫鱼本身它可以养脾胃 当我们 但是鲫鱼有一个缺点 就是刺稍微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 骗起来要注意一下那个刺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 有时候细节的关系 拿不到鲫鱼的时候 你可以用鲈鱼 鲈鱼也可以 大概比较多的东西 都是属于白色的食材 是是是 其实因为 养肺炎嘛 它是肺不好 所以白色的食材 其实入呼吸道 其实对肺部有好处 其实多吃白的差不多 看起来比较像姜的 这个叫做育竹 育竹 育竹也是一个肺 对 肺部有帮助的 没错 我们这里有背跟我们的腿 形成一个很像90度的角度 把身体的重量放在一只脚一边 另外一只脚用前点 后点 前点 后点 让身体保持中正 然后慢慢地把它悬空 好像空中踩脚踏车的一个概念 踩起来 它可以做5到10分钟 这个是预防长新冠 可以提升免疫力 有一点难做 要仔细听 它叫五行中定工 跟排打工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病毒无所不在 所以说我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我们去除我们体内湿气 当然食疗或者是中医 这些处方都不错 但是我们都透过运动的方式 也可以去除湿气 在太极里面 你们有个五行中定工 这五行中定工 本来是就是我们在太极全练习 我们的步伐 前进 后退 左顾 右盼 中定来用的 我们透过这种练习 我们可以促进我们下肢的循环 因为它的动作是 我们的背打直跟腰 乘一个90度 然后我们去过身体放松 做一个前点 后点 前点 后点 然后慢慢地我们把它这样 空中好像骑脚踏车一样 跑步起来 跑久了以后做5到10分钟 你的下肢的运动就够了 身体就会排汗 让我们利用排汗的方式 来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 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它叫五行中定工 就很像刚刚一样 这个前后踩脚踏车这样 对 有点难 焦哥你要来试试看吗 行吗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一个蛮 相对有点难度的一个动作 因为它第一个 它要下去的 下去的要达到一个程度 对不对 你跨个背要 或者脚要稍微乘一个90度 跨要往后 然后先做一个前点后点 我们来做比较快 因为脚太长你知道 你看它提高一点 然后快速 而且它对一个稳定性 其实是个蛮重要的 就是看你的肌力 看你的稳定度到底够不够 老师你赶快做一个对比组吧 好啊 然后我们就是前点后点 对对对对 这有点气功的含义了 对对对 老师去你去跳disco 应该讲一样的 好 再来一个排打工 来跟着做排打工 那排打工的话就是 我们透过我们穴道的按摩 那我想我们有两个穴道很重要 一个就是我们脚的小腿外侧 膝盖往下 大概四肢横幅 在我们颈骨外侧 有一个竹山里 那我们常在讲说竹山里说 多常排打竹山里 甚就吃老母鸡 这比我们吃鸡汤还要补 那我们透过脚的一个外侧 就是脚跟 那我们来做一个排打的动作 哇 这个难度大了 然后呢 后面有一个橙山穴 这个比较简单 我觉得脚哥也很厉害 那我们就一个竹山里 跟一个橙山穴的一个排打 然后给它换脚 不错耶 所以两只脚都要 对 大概5到10分钟 然后透过的刺激的穴道 来强化我们的一个循环 哪两个穴位 竹山里 跟后面消退中间的 橙山穴 竹山里跟橙山穴 单脚站立另外一只脚去敲它 两只脚轮流敲 那脚哥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刚开始做稍微有点难度 因为想保持平衡有点难度 但是我觉得掌握到它一个节奏性 一个规律性 你就可以开始 可能只一分钟 就变成两分钟 就变成三分钟 会喘吗 会有 就坐有喘 我们再做一次 两位一起再做一次 好 这个叫做排打工 对 竹山里跟橙山穴 小腿后这中间 而且旁边的千万不要靠近它 明天被踢到 那我们换脚 排打工 学起来非常实用 对 就是早应该学这个了 否则待在家里 十天就挺无聊的 抗病毒药是防重症的 但主任要提醒说 这两种药 特别是辉瑞 是不是要小心用药 这个是一个辉瑞的药物 那辉瑞药一盒里面 大概有五片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也看到 这一片的话 我们也看到两种颜色 对 两种颜色 一个是白天吃 一个是晚上吃 那一次吃三颗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 里面其实它有两种颜色 不同的颜色 这两种不同的颜色 对 上面是白色 那下面是两个是橘色 两个橘色这个药物 其实最主要抗病毒的成分 那上面白色的部分 就是加强这两个 抗病毒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为什么 我们常常在讲辉瑞 它的药物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它容易产生 药物的副作用 最主要是因为白色的这一颗 因为白色的这一颗 它会抑制肝脏酵素的活性 所以有很多药物 其实都会跟肝脏代谢 是有关系 所以这个药物一吃的话 基本上就会产生 所谓的药物的交互作用 对 最常见就是心脏病的药 没有打疫苗的死亡率高到六倍 我们来讲第四季疫苗的选项 到底第四季安全不安全 我该不该带我95岁的父亲 89岁的母亲去打 要使用这个抗病毒药 基本上是高风险 还有本身是高年 年纪比较大 它有一些慢性病的族群 有一些有心血管疾病病史 或是有一些慢性病病史的人 会来使用 那我常见的是 我们列出这三种 在心脏科最常用的三种药物 它有可能跟我们的 口服抗病毒药物 产生所谓的交互作用 那第一种就是抗心脚痛药物 那这个药物其实 基本上是比较新的药物 其实它是抑制 这个心脚痛的药物 那其实如果 它跟Paslovy混用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恶心 头痛 头晕的现象 那其实这个药物 它其实症状改善了 药物的一个治疗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停药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跟 跟这个医师来讨论说 如果他的当时染疫的情况下 他没有说一定要吃这个药 可以先停药 对 那第二个就是 比较重要的 叫抗心率不诊的药物 那最常见就是前面第一个 叫做Amilitarum 这个是藏德勒 那另外的又像是 Propafenol这一种 是利诺这样的一个药物 那这种心率不诊药物 它基本上比较麻烦 是有一些病人 他是心率不诊 他必须要长期吃这个药物 而且几乎一天都不能停 那其实如果你有吃 抗心率不诊的药物的话 你必须要跟你的医师讨论 你跟你的心脏科医师讨论说 这个药可不可以暂时停五天 因为毕竟我们的Paslovit 只吃五天而已 那如果可以停了之后 再吃Paslovit 基本上那就是先停药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停药 可能要跟医师讨论 可能要减药 或者是要隔开这个评斥 那降血脂药物 基本上它是一种 所谓的预防保健 就是降血脂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都知道 高血脂不会马上有问题 它通常就是日积 月月照你血管的狭窄 跟阻塞 所以基本上 常常在吃胆固醇的药物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都会建议说 如果万一你染疫了 需要吃Paslovit的话 我们会建议先停药 这个时候Omicron 恐怕会超额死亡 明明说高危险族群 疫苗必须要打好打满 看到美国这个案例 690万人麻州 Omicron的超额的死亡数 是Delta的三倍 所以不能轻忽 现在没有打疫苗的死亡率 高到六倍 我们来讲 第四季疫苗的选项 怎么选 主任 基本上第四季的 现在只是开放 大概就是65岁以上 或是免疫不全的患者 那所谓的免疫不全患者是什么 那基本上可能你本身 它是洗肾 那用洗肾本来免疫功能就不好 不容易产生抗体 那另外的又 接受所谓免疫抑制剂的治疗 或是器官移植 或是HIV 这样治疗 到底第四季安全不安全 我该不该带我95岁的父亲 89岁的母亲去打 我有看到这个 娇哥的父母亲的照片 那个肉带 哇 爸爸跟你长得超级像 对对 梁真的很像双胞胎 你看 因为我们是 他是一家人 他当然像 你像不像 因为他的时间可能还不到 时间还不到 所以他到六月底 才会有第四季 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就偏偏在收集各种的资料 在看各种的相关的报道 我一直在左右为难 我到底该不该带我妈妈去打 基本上我们第四季的话 只会开放说年纪大 跟所谓的免疫不全的患者 因为是根据过往的一些研究来看 因为一般人直接打三季就够了 那第四季为什么要给这些特殊的族群打 因为他发现说 如果你是这种年纪比较大的 或是严重疾病 或是免疫不全的患者 你打了第四季 你的保护力会增加两倍到三倍左右 但在年轻人看到差不了太多 所以我们建议打 长辈建议打 好 来快筛 今天现场有两种 一个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搓鼻子的 另外一个是唾液快筛 当我按下去录音键 放下去之后 我就拿了一个容器 我还狠狠地这样压紧 染疫之后 隔一点时间 然后有点消化不好 后来就突然盲长颜 鼻院快筛基本上 因为大家都戳鼻子 大家都戳到很害怕 都很不舒服 那必须把这个棉棒 深入到我们的鼻腔 我们再简单告诉大家 这个角度的问题 我们看到前面的不要碰到 前面不要碰到 如果你要做快筛的时候 麻烦你这个下巴稍微抬上来 上到水平 因为我们要深入 基本上它是跟我们讲 是要两公分以上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希望你可以插到 超过两公分到三公分 其实因为在病毒里面 它的浓度最高 大概是在鼻咽的地方 跟深喉咙的地方 就是这个角度 正确的角度 就是这个角度 那你可以往上顶 也有医师说往下顶 也可以 你是要顶住上面 或顶住下面 然后顺势滑进去 滑进去的时候 你稍微再比较深 你会觉得 你又有感觉就很痒 然后甚至有一点刺痛 那种感觉 我今天听到最专业版 就是伸进去之后 再往上 对 好的 那往上顶的时候 你可以往上顶的时候 你往就要顶到 那个上面的顶端的时候 你稍微就滑进去 往下 稍微往下瞧 就变成就是进到 我们所谓的鼻咽的地方 那鼻咽的地方 你大概说 顺时钟 逆时钟 各转五圈之后 再慢慢拿出来 对 好 另外一个唾液快筛 到底如何使用 基本上唾液快筛 基本很多人 他不太敢用这个鼻咽快筛 因为他很怕痛 或是他本身 本身鼻子鼻液某容易出血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有些用鼻咽快筛 戳到鼻子出血 戳到很痛 那唾液快筛 基本上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收集器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有一个所谓的 有一个像是漏斗中的东西 所以当你要做 这个唾液快筛的时候 一定要先清嘴巴 大概是漱口 那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内 不要吃东西 裁剪前半小时 进食进烟 对 不要抽烟 也不要吃东西 那你不要抽烟 不要吃东西 当你要开始测量的时候 那你就坐下来 那朝着这个漏斗上 吐一口所谓生喉咙唾液 生喉咙 到底什么是清喉咙一样 对 就像你像要咳痰那样 要有这个声音 对 因为很多人 他就一直觉得 拓一块 我就随便涂一个口水 其实我们在口腔里面的口水 其实它可能 病毒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要像清喉咙一样 对 要像清喉咙一样 把生喉咙用力的咳出来 但不要真的咳痰 因为咳痰就是一块痰在那边 那就没有办法测了 因为拓液 其实它的 它里面有一些酵素 一些物质 它会覆盖 覆盖在这个所谓的 抗云的表面 我们必须要特殊的溶剂 把它外面 这一层干扰的物质 把它消化掉 所以当你咳出来的时候 吐到所谓这个 收集的管子里面的时候 这管子里面 它可以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 可以把它装起来 再把它装起来 对 再把它装起来之后 这里 它一定会附一个 所谓的一个湿液 对 湿液打开之后 把它滴进去 把拓液滴进去之后 一定要静置五分钟以上 对 五分钟以上之后 你再把它滴到 你所谓的这个测试板上面 娇哥在居隔期间 很特别是找中医视讯看诊 我第一次听到 中医师跟你讲说 你自己用录音的方式 录下自己的复诊的声音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当我觉得 吃了两天的科学中药 吃了两天的水药 其他症状都没有了 但是会有一个鼻音 一直消不掉 再加上我想试试看 确诊之后的这一个 视讯问诊 到底是什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 距离我家最近的一个中医 就打电话跟他预约 他就说请你先加我们的LINE 就加上去LINE之后才可以 沟通更多的东西 第一个事情他就告诉我 他说请我先拍舌头 舌台 舌面跟舌头翻上去以后 舌下面两张照片先传给他 第二个他请我按照这个步骤 好特别 好特别 能够画这么难看真的很少 开玩笑 他就让我按照这个步骤 其实也不难懂 他就坐在这边 躺在这边 然后在肚脐的这个位置 把手机放在这边 然后拿一个东西这样盖上去 拿一个碗弓盖上去 碗弓盖上去 碗弓盖上去 完了以后就找到了我的肚脐 肚脐先找到 把这个手机就打开 它里面有一个录音的功能 然后通常我们这个手机 如果要讲话的话 你一定会朝下面的讲话 所以我在手机的下方这个地方 把它放到我肚脐的这个位置 好了 当我按下去录音键放下去之后 我就拿了一个容器 然后盖住 盖住之后 我还怕有一些声音窜进去 我还狠狠的这样的压紧 我完全听不出它什么声音 这个声音听得出来是什么声音吗 其实一般 这个我们就是在听这个 肠蠕动的一个频率 那一般来讲呢 肠蠕动的频率 如果过于的一个快速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里面的一个 急性的一个感染的状况 那比如说你感染到后期 你的肠音几乎都没声音 你放了半天 你都听不到什么声音 那代表它已经变成 比较后面有点像那个 我们一般讲的 有点像是一种麻痹性肠阻塞的状况 如果是在腹部的 我们有几个向线 一般会以左下腹这边开始 然后压 压了之后再弹开 看看它有没有所谓的反弹痛 那它呢 它应该是没有 没有 中气十足 然后再来就从侧面的腹部 然后再慢慢的往这边 再往这边 那再来就往肚脐 最后再往右下腹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说 就是说因为所有的病毒感染 你最容易造成的是淋巴结的一个肿大 那蓝尾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的动脉血过去 静脉跟这个 淋巴回流受阻的时候 整个蓝尾就会肿起来 疫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段 有些病人呢 他就染疫之后 隔一点时间 然后有点消化不好 后来就突然盲肠炎 所以我们必须要请医师做处诊 比较放心 对 会是比较一个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的压痛 局限在右下腹 请你要尽快就医 像这个个案就是 它是OMROCOM症状的全餐 几乎都有了 但是它除了清冠一号之外 还是没有 另外连用了五个药方才改善 是 它一开始来 就是我们典型的 就喉咙痛 咳嗽鼻塞 倦带 吃不下东西 身体酸痛 这一开始他的症状比较轻 然后可能开始有而已 我们赶快给他用清冠一号 但是也有患者 他是一开始不太适合的 这我们等一下可以说 然后他在一个礼拜之后回来 他做视讯 我们现在都视讯看诊 那一周之后还发现 味觉改变 喉咙又肿 鼻涕倒流 然后大便膝 全身紧绷 头痛 我们用枪活生死糖 我们就开始改方子了 为什么 很显然我们的清冠一号 没办法完全把他的症状清掉 然后再来我们加了一个 昌耳伞 再一周回诊 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开始出现一些 常清冠的症状 比如说 休门 疲劳 注意力不集中 失眠焦虑 很像我们常常听到 报章在讲的 这个常清冠症状 这时候我们用什么 用人参拜毒伞 因为他很累 可是他又有一些表症在 所以我们用人参拜毒伞 再上香沙六菌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些肠胃症状 比如说他吃不下 比如说他大便还是比较稀 比较软 比如说他还是有一些痰 那我们香沙六菌子 他用来清痰 用来强壮我们的肠胃 这一次呢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烧 喉咙痛的要命 其实也可以用到 清瘟拜毒瘾 对 清瘟拜毒瘾 或者是我们讲说 淋巴肿可以用到 普及消毒 然后再来就是 最近的剧痛 其实我们用到 甘露消毒单 甘露消毒单 对于我们嘴巴破 喉咙痛也是很有帮助 现在目前我们 EUA通过8家 那因为产能的关系 所以我们 临床的诊所 也不一定能够拿的全 然后再来是 每天线上都是 几十个患者在排 然后你又有现场的患者 又有线上的患者 所以有时候 大家需要等待 不一定用这个 我们甚至 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 譬如说小朋友 发烧40度 我们不一定要用到清冠 我们用到大青龙汤 也可以做 很好的这个退烧 七七 一二三四五六 舌尖底上饿 那我们吐气的时候 转成好像像 托天式一样吐气 非常实用意思是说 不论正在居隔 或者是预防都可以使用 这几个穴道吗 是 因为我们在 确诊的时候 最常 第一个症状就是 哇 喉咙很不舒服 喉咙痛声音沙哑 喉咙很卡 对不对 娇哥就是喉咙痛六天 是 是 所以在家里 没有人摸得到你 你知道自己摸自己 所以我们 按哪些穴道 我们可以按一些 缓解身体的 身体不舒服的穴道 譬如说我们 易风穴 易风穴 易风穴在耳朵后面 我们稍微转个头 耳朵后面 垂盖下来这个点 我们易风穴 这压有点酸 然后再来是 另外一个穴道是哪里呢 是下巴跟喉咙 中间这里 这叫连全穴 连全穴 这两个是有学问的 这两个 一方面可以缓解 我们的喉咙痛 再来呢 因为我们喉咙很卡 有时候是跟我们 这个二腹肌收得太紧 我们紧张嘛 肌肉都会收紧 然后我们喉咙痛 肌肉会收紧 我们就有连全穴 跟易风穴 可以放松一下二腹肌 所以让你的喉咙卡的感觉 也会稍微少一点 那再来就是 在家里 没事 什么呢 压压手 像我们手指上 手指上面有什么 有这个 手伤 伤羊 甚至像余迹穴 那这些穴道有什么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临床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用点刺出血 放血 在这个地方放血 在家里不要做 在家里用按的就好了 然后再来就是鱼肌穴 鱼肌穴其实对一些咳嗽啦 喉咙不舒服也是很有帮助 好 发烧头痛跟比赛 风池穴跟风浮穴 是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用了药 今天你吃了这个普拿藤也好 或者是说你吃了中药的这种 像大青龙汤或者是龜姿汤 那汗一直出不来怎么办 我们按两个穴道 一个穴道叫风 风池穴 风池 我们有一个经文 吃了这些汤药都不会好 那我们按风浮风池 它就好了 它出汗就好 一个是风池 风池穴在 在我们这个后脑手的 这个肌肉的边边 院长你刚才还说自己一个人在家 没人帮你按 就说你现在不是帮我按 其实这个穴道 你就拿两个大拇指 然后呢 刚好放到头后面 这样子自己往上顶 顶到一个有凹的地方 稍微有点酸痛 你这样子慢慢去揉它 差不多就是风池这个位置 这个风池它有一个效果 遇到因为专家了 它鼻子会痛 你按一下风池 我们前面的鼻塞会比较痛 然后风浮 风浮就是风池 风浮穴 这个平常我们是拿来针灸 针灸会退烧 那我们在家里按 也可以帮助我们退烧 另外一个咳嗽跟胸门有弹 咳嗽胸门有弹 来来来 这个叫做肺筋的 云门中腹穴 刚好在我们这个肩膀头这里 在二头肌的前后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压去揉 那也可以自己在家 压觉得没什么力道 没什么力道 拍打 这样子拍 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 在咳嗽 瞧一瞧胸口 哇 这个好 这个好 黄振兵老师的二姐染疫确诊 后来康复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先来讲一下他的情况 他当时是打喷嚏 流鼻水喉咙痛 第二天快筛阳性 除了服药之怀 你跟二姐讲说姐 你要练习拖天式 到第四天他就没症状了 一般我们在做气功的保养 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 因为我二姐每个礼拜天 都有跟我练太极气功 所以基本上他就算染疫之后 他复原能力还是比一般人的强 但一般很多一个比较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我染疫之后 我想去做很剧烈的运动 事实上那时候我们染疫之后 身体一定比较虚弱 他是不适合做太剧烈的运动 但是我们的太极内功气功 他就有这种和缓的一个效果 而且他本身呢 对我们的一个心肺功能一个调整 跟五脏六腑的协调非常的好 有帮助 我请娇哥跟你一起做好吗 好 一起来做拖天式 而且我刚刚看到那段画面 二姐真的做得很好 来 老师 好 那一般拖天式呢 我们就是双手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 让我们的夏丹田 就是我们家的肚脐椅下 大概就是那个三指幅的左右的位置 那我们吸气的时候 让丹田脏起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让丹田消下去 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 舌尖稍微抵得到上额 就是我们上排牙齿跟肉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吐气的时候 大概抵到我们下排牙齿的下额 所以说它动作很简单 然后我们用一个鼠息法 好 那我做个小小的示范 我们鼠一二三四五六的时候 让丹田脏起来 吸气 一二三四五六 舌尖抵上额 那我们吐气的时候 转成好像像拖天式一样吐气 这时候我们丹田消下去 然后也要数到六 然后舌尖底下额 再来我们吸气的时候 再让丹田脏起来 数一二三四五六 接下来我们舌尖底下额 一二三四五六 让丹田消下去 那这个功法呢 基本上呢 它会刺激我们的一个肠胃蠕动 然后呢 会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 然后我们舌尖底上额 跟舌尖底下额 我们会分泌 加速我们的唾液的分泌 就是我们以前中医讲的 分泌先隆岩 那这个对我们的喉咙 对我们的心肺功能 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在隔离期间 您建议可以多做 二姐就是这样做 对 那每天呢 实际上只要练五到十分钟 吸气 然后我们吐气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吸气 然后吐气 其实动作很简单 功夫是要练出来的 那我们就是 平常的保健 还有就是说 你刚染疫的时候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 身体的一个快速的恢复 好棒 这个是老师的新书 刚刚这些功法 在书里面 老师都有教 我煮粥 家里面一定有米 那米有米精之气 其实多喝点粥 对于调养身体 或多或少 也会比吃一些其他东西来的方便 来的好 食神焦脂肪他在鞠隔期间是这样吃的 吃的一口好菜 说的一口好菜 鞠隔期间也是做的一口好菜 但全部都是走蛋白质系列 哇 你怎么吃的 因为你已经在家里面鞠隔了 然后你那个补给 又没有办法补给的 那么的方便 打个比方 譬如说 你如果要有肉 或者是其他这些东西 你自己在家里面煮 太麻烦了 或者是叶菜类 你就不能够囤积这么的多 所以呢 原则上以根筋类的一些东西 会比较来的方便 或者是蛋白质 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我到家里面 有那个鲑鱼 鲑鱼 就这样子的鲑鱼排 几个放在冰库里 比较不占空间 鸡蛋 你放的多一点 也不太占地方 再加上我煮粥 家里面一定有米 那米有米精之气 其实多喝点粥 对于调养身体 或多或少 也会比吃一些其他东西 来的方便 来的好 就是桌上的这些食材 大部分是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用蒸跟煮吗 对 因为我太太不在 所以我自己 蒸跟煮相对比较方便 另外去补充维他命C 我觉得像这样子 身体发炎的情况 可能多喝水 会比较有好处 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你再多喝一些咖啡 或者其他有刺激性的东西 也未必那么的好 再这样子 所以我就用千柠檬片 或者挤柠檬水 泡在水里面 然后当成是这样子的一个饮料 间接的 一来多喝水 二来多补充维他命 这样子 结果中医师 沈院长说非常好 认为说这个粥疗是对的 你要再加码 所以你可以加葱白 萝卜 百合跟杏仁 来环节咽喉通 因为这个葱白 我们有所谓的葱白汤 它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出息 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渴 喉咙会干 其实用的因为百合杏仁 那萝卜容易保存 是 所以我们切片你 甚至切片 我们平常是拿来夹什么 鲁鱼籽 这个时候不要 这个时候就直接拿起来咬 或者是沾一点蜂蜜这样吃 没错 没错 你像百合杏仁 这种属于那种南北货 家里面可能会 冰箱那个抽屉里面 会有放 然后萝卜你如果 多放个两三条 其实也能够耐一段时间 对 大概冲白就相对比较困难 对 冲白就冲放不久 是 甚至连冲头都可以拿来用 冲头 你还推荐四神粥 可以缓解腹屑 很多就是COVID的病人 他会有一些腹屑的问题 是 四神粥其实又香 然后小朋友也爱吃 对 这个也是可以平常拿来吃 另外包含这个紫苏生姜粥 你也推荐 对 紫苏的话 一般我们要用紫苏比较干 我们可以买新鲜货 是 你把它切丝 然后生姜切丝 是 这个粥煮起来的时候 你放上去 满一下五分钟就香了 紫苏就是吃生鱼片的时候 包在旁边 它可以让有点黏杀菌 有点黏液的增香 其实也蛮好的一个 紫苏对肠胃道 对呼吸道 也是有帮助 有帮助抑菌 是 紫苏可以拿一套茶 可以 可以 加上薄荷套茶也比较好 对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 YouTube 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 FB 点赞